大家好,我是安逸芳 这期视频为大家继续分享六窑当中神煞的用法 我们来讲讲贵人 神煞当中的贵人用的不是很多 但是有的时候呢,他能够给大家在细节上的给一些提示 那什么叫贵人啊? 贵人就是代表能够帮助你的人 而且贵人呢,他只是我们一个辅助参考的查法 有的时候呢,即便贵人出现在卦中 但是他也不能起到一个贵人的作用 我们先来讲讲他的查法 贵人呢,是以你所沾卦的日子的日干来查 比如你起卦的日子是一个雾日 雾日 那么我们就以这个雾的日干来查 卦中的主卦当中 或者是变卦当中 出现了这个地支 我们就说是有贵人上卦 但是我们通常呢,是以主卦当中发动的谣啊 他来看贵人 如果没有起到发动呀 或者不起作用 那么这个贵人呢,就没什么参考意义 这个变卦当中呢,也一定当时 他是以发动的变谣 他如果是变卦当中的禁谣 我们通常也不看啊 这是贵人的使用条件 他的查法呢,是甲乌并牛羊 这日干上如果是甲或者乌日干呢 卦中出现了牛就是丑土 牛就是丑啊 我们在六窑当中通常不去说属相 因为这个说属相呢,都是一个外行人的表现 就是对于这种没有入门的人来说 他要讲一个什么属相 我们看八字也好 看六窑的断卦也好 其实我们都不再去把十二地支对应它的属相啊 那么羊呢,就是胃啊 那以日干或者挤日干的时候呢 就是子或者身 卦中呢,就是你的贵人 同理啊,这下面呢,一个一个都是这样的 那我就不细说了 那我们来看一个贵人的用法啊 这是重要的 这次转让店铺能否成功 转让店铺啊 我们要看什么 看应谣 同时是不是还可以看看财运好不好 你转让店铺是为了把店铺变成钱吗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应谣 银月丁丑日啊 大家可以按个暂停 自己先看一下这个卦啊 然后呢,再听我讲 友经呢,在这里呢,是什么 寻空啊,应谣 兄弟临玄武 他寻空 空啊,他就代表有一些含义在里面 那就代表的是啊 不一定有诚心的意思啊 友经的寻空 而且这个友经他在这是什么 他就是贵人,对不对 那你贵人寻空 那你贵人寻空是不是代表贵人没有诚意啊 所以你在这里呢,我们要断挂一定要掌握住一点 我们是要以深刻置画为理 而查贵人呢,仅仅是作为一个辅助 当一个卦中,他虽然灵的贵人啊 他,你以为他灵的贵人是他就会给我送钱来 他就拿我的电吗 不一定啊 要重点看他在卦中所起的什么作用 所以这个应谣呢 他虽然灵了一个贵人 但是寻空 而且又入墓 这个入墓是入日成墓 入墓呢,我们还没有讲到十二掌声啊 那这个朝土的墓 入了日墓 入墓呢,也代表的是逃避之意啊 在这里取的意思 那么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解压这个卦啊 看看这个动摇 子孙亥水在卦中发动画了一个身筋回头身 但是身筋呢,它处于什么状态? 越破 越减冲变摇 所以呢,在这里呢 这个身筋啊 就会导致一个身筋呢 在当月内暂时呢 生不到这个亥水 那在当月内生不到这个亥水 子孙亥水 他就生不到七彩卯木啊 这个卦当中 你要看卦主的财怎么样 所以在当月内 他是生不到的 但是出了月以后行不行呢 出了月以后呢 他是可以来生这个七彩卯木的 所以说呢 如果说 看财运的话 以他为用神的话 那么这个财运呢 是可以的 因为财窑卯木呢 有生这个士窑的象啊 它虽然是安静的 所以这个卦主呢 虽然观鬼持世 代表他有一些担心 但是呢 这个子孙发动代表财源 所以最终呢 他还是会来生到七彩的 生财呢 就代表这卦主最终会得财 所以呢 那这次能不能成功呢 这一次转让店铺啊 所以说这个卦当中啊 他对应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 当下这一次这个人啊 针对的这个兄弟应遥 林玄武的这个人 林玄武又寻空 这个人 他心里面还是有一些 私事啊 藏的隐藏的暗昧 只是不能说出来的 那对方呢 可能也并没有诚意 这是很正常 寻空嘛 通过这个像就能看出来 所以当下这件事 他是不成的 但是代不代表他出约以后 或者他 下一次转让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卦呢 他是 这次不成 他以后是会成的 当月不成啊 出约可成 他这次是不成功的 好了 今天这个内容呢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